觀眾朋友 當代表著促進兩岸統一的重要力量 打破了學生的頭 是否接下來兩岸關係 就再也難回頭 在前天 禮拜天下午 發生在臺大校園內 以及校園外人行道上的 那幾場衝突事件 今天行政院長賴清德正式定調 定調什麼呢 這個叫做幫派分子毆打學生 要求警政署一定要給一個明確的交代 那警政署的交代是什麼呢 昨天晚上正式宣布全面掃黑 特別是針對竹聯邦所把持所營運的 不管是酒家 或者是這些特種營業場所 目的是什麼呢 要斷除這些以幫派為民 但是去用政黨來包裝 去危害民主的這種黑道的行為 今天有話說要來談的是第一個 所謂從昨天開始進行全面掃黑 這個動作呢 是掃真的還是掃假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斷除這個所謂的用政黨 外衣包裝黑道之石的這樣子一個特殊的 一個所謂的民主發展的一個形式 第二個事情要來談一談 在前天發生那些事件之後 對於兩岸關係是否又會造成更負面的一些影響 兩岸是否再陷入更難解的僵局 先來看看這個所謂的假政黨 真黑道 這不是我們說的啦 所以不要來找我們啦 真的我們其實我現在走在路上 我也很怕後腦梢被突然敲了那一下 我是不會撐的 我抓到的心思浮溫器的 那孩子比較厚痛 我們來看看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行政院長跟警政署長說的 說什麼呢 行政院長賴清德今天講說 在前天那一場事件呢 就是幫派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 拿棍棒毆打臺大學生 請法務部跟警政相關單位好好來辦 內政部長葉俊榮說呢 絕對不容許幫派 團體 染指校園跟暴力對待學生 警政署說有幫派 假借人民團體的名義 用人權包裝介入群眾事件 但是政府這些動作 是不是真的可以改變這幾年來 所謂的假政黨 真黑道的這個亂象 先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非常感謝特別歡迎是前臺北市刑事警官高仁和 高警官你好 四聰好 大家好 感謝啦 再來臺灣智庫的諮詢委員 董立文 董老師 大家好 實踐大學部亞學部的副教授 賴岳謙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支持媒體人陳敏鳳 大家好 先來看看賴院長今天定調 這個呢 不是所謂的衝突 而是幫派毆打學生 我不清楚 中華統一促進黨的成員胡大綱 來到臺北地檢署接受偵訊 同樣涉案的還有白狼張安樂的兒子張偉 在臺大見邪事件後 良渡進出警局的他聲稱當天的行為都是為了自保 怎麼講 我們明天就是一個智慧的行為被十幾個人尾隨 那迫於無奈 要脫困 必須要把他們嚇壺走 結果現在變成我們那個 好不好 有大學生遭到統促黨成員吃甩棍追打 但雙方都否認先動手 形成各書各話 二十六號包括張偉 胡大綱 還有統促黨的主委楊少睿 黨員王啟斌 林少哲和汪建成等人都自行前往地檢署 要說明案法的狀況 台大將場地租借給大陸節目中國新歌聲舉辦活動 引發學生抗議 統促黨和獨派人士加入 演變成了暴力衝突 造成學生受傷 警方被批評 處理慢半拍 一名派出所長還因此被調職 而行政院長賴清德則強調 這起事件事態嚴重 會請警政署和法務部好好辦案 賴清德也強調 鼓勵兩岸應該要進行交流 但必須是對等原則 不接受任何矮話 後續相關單位都要好好檢討 避免類似情形再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 高大哥我請教 是 這黑道 你如果照我們警察來看 這是一般的政黨還是人民團體還是正經是黑道 那要怎麼分 我們照這個部分來看齁 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當然警政署有民文的一個說話 就是說 只要你是假借 假借一個那個 我們說的 政黨的一個名義 有一些黑社會系統裡面 當然他是利用這個政黨名義 來破壞一些社會的委屈 那個失去安全施政的話 那當然我們現在講 他今天主要講針對就是竹聯邦 是 事實上來講竹聯邦 他因為統書堂 他現在我們的這個張總裁 他畢竟他是有竹聯邦的背景 沒有錯啦 但是一切講實在 我們都要講依法辦理 那我今天覺得比較有問號 因為我自己當警察當了二十幾年 你今天說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警察真的是 我常常會跟他聊天開玩笑說 今天今天警察這是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 什麼意思 哥倫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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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警察投到賣 你今天跟整個到尾 從頭到尾 我相信現代的警察 跟我們以前的警察 老警察不一樣 以前的警察你如果 今天你完結燒打 腳斷掉下去 拍手說起了起了 我幾十分鐘去 卡說有啦 出門了 還補一點點卡說 就在錄下了 一小時比較高 很正常 現在的警察好大 不可能的事情 是 現在基本 他三五七九 你電話卡住 你三分鐘要搞現場 你先去了解啊 不管是煩暴還是真的 補金補金 你要到現場去看啊 三分鐘到現場 你一定要到嘛 九分鐘之內 你一定要到嘛 你再來五分鐘 你要回報為什麼沒到 原因啊 七分鐘你還沒到的時候 你是不是堵車 車禍 還是什麼 你要把情務中心 指揮中心來回報 說我們沒辦法課稿 原因啊 所以我相信這個到現場 一定 警察第一波 一定有到現場了嘛 我們也問過 有到現場之後 校門口 Stop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 我們六個 好好來幫助委員 我們自己助委員來處理 就好 你們牌穿下去 比較不方便 為什麼我敢講這個話 現在警察 你們忽略了一個東西 每個警察 這邊都有個密錄器啊 你跟他 跟哪一個人在講話的時候 都有在錄影錄音啊 你說到時候提出來 提出來 沒有什麼用 我們現在針對性的 在做這個事情 做這個黑道 他的黑道的定義 今天發生了這種事情 報案人也好 警察到現場的也好 這三方啊 我跟你講這是一場誤會啊 怎麼誤會 你今天補完的人 第一個 我在台大裡面 第二 十通裡面 可能幾通說 我在台大 新海路旁邊 新海路旁邊 可能補四十通 五十通客 台面情務中心 因為你情務警察的系統 是這個樣子 左手這個地方 是情務指揮中心 一一零 你右手是派出所管轄 線上巡邏的 民眾打到一一零之後 必須要通知你線上巡邏 和派出所的員警 到現場去處理 那現場處理的時候 馬上你第一時間 你要離開現場 你就跟一一零要回報了 回報什麼 可能你就回報說啊 可能剛剛我們到現場去 學校有什麼方式說 我們他們自己要處理 或者怎麼樣 這個都會有紀錄的啦 這不是我們隨著說而已 所以 再來十通二十通五十通以後 那些人好好處理 你警察去 你待命就好了 因為學校有住衛警 所以第一點就是說 幾十年的環境 不可能出案 不敢啦 第二就是說 這卡申園跟台大之間 就是說警察派出去學院 派出看 派出看 所以在溝通上出了一些問題 對 我請教 警察的部分 當然之後 他還會有一個完整的報告 是 現在呢 包括行政院長 包括內政部長 再包括警政署長 三個通通定調說 這就是黑幫 這就是要來整頓 這就是要掃黑 這就是要斷銀根 我們先來看看 剛剛念過啦 不管是賴清德 葉俊榮 或是新任的警政署長 都講說 這個叫做幫派 去毆打學生 介入人民團體 怎麼做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第一個從昨天開始 就已經擴大零檢 配合警政署規劃區域性 同步打擊黑幫專案勤務 在昨天跟今天呢 擴大零檢 專案勤務 特別是竹聯邦 還有分航 組織為市 經營場所等地 要來零檢 有叫做三打 怎麼打呢 第一打 發生事情之後呢 馬上逮捕 這些知識分子 第二打 如果說呢 這些作亂團體 要來掃蕩這些活動據點 譬如說他們在那裡聚集 譬如說最近愛國通信會 常常在201 就是會特別針對這些地點 第三打才是真正要打 要來連坐 譬如說白狼跟這個竹聯有關係 那竹聯跟誰又有關係 我不管 我就通通掃 那這叫連坐嘛 連坐你的兄弟就說 都麻煩你啦 你沒事去亂那要幹什麼 我現在警察一天到 你把我臨檢 我都不用做生意 透過同才的壓力 去壓迫這個統促黨 我請教這個切斷金流 近產每天在他的這些酒家 是特種營業場所站崗 那有效嗎 沒有效 沒有效 真眼說瞎話 怎麼說 我知道 我講這個話很不應該 因為這些等於都是文字遊戲 我怎麼說文字遊戲 好看而已 什麼叫三打 他講三打其實就是快打 廣打 廣打 深打嘛 你發現快打部隊要搞嘛 對不對 廣打就是這個所在 像剛才你說的小區域 這個部分 危險 不如有什麼特定人士 在那邊聚集的嘛 深打就是斷他的金流嘛 那這個講實在 你今天去站崗 我昨天看了一個新聞報導出來 五六十個警察 不要說五六十個 二十個警察就好了 去臨檢一家特種行業 那這個特種行業裡面 你不用去臨檢了啦 你這個200公尺 200公尺 300公尺外 人都看到你巡邏車來了 裡面哪個哪個歹徒說 我放一把槍 坐在裡面 邊喝酒說我在等你來 第二個 我裡面我帶毒品 我會跟你講 警察來說我自己有帶毒品 我我我自動跟你講 再來你每天 你說你每天就是這種 攝影機媒體 跟警察一直到現場去 浩浩浩浩浩 你去那邊作秀兩個字不好聽 但是你去那邊 有達到實際效果嗎 我相信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我以前常常這種 做這種笨蛋的事情 你這種第一個 老百姓看到也知道 你一群警察比人家更多 你這一群出門 人家是要動作200公尺 你200公尺要動作200公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種是第一個浪費緊力 第二個是但是這個很無奈 你警察完全沒有這個動作 你被罵得更慘 你沒有做這個 擴大臨檢的動作 都說你警察 說你不聽 包庇 你有做嗎 也是這樣 但是有做之後 有做總比沒做好 他現在現在 哪一個警察不知道說 做了這個沒有 要把嚇阻到那些黑幫 第二個沒有嚇阻 沒有辦法消滅他的金流 為什麼 今年的圓 圓圓 我們台北市去查獲 現在台灣最大的 他們的金流緯度來 那個我們講的地下欠賭戰 地下欠賭戰 是欠那個什麼球類NBA 那種他們幫派最大的金援來源 一年欠了五六十億七八十億 那假實在 你今天破獲了一個 抓到四十個人 不要說四十個人 抓到四百個人也抓不完 怎麼抓得完 為什麼 你警察在這邊 你抓到了法院去 不是你警察說了算 不是說你今天警察 我把你判十年就關十年 你沒有 你把地檢署給我檢察官 檢察官 棄手才搞法官 我說現在這些人 通通這些人 你全部通通到案 我怕的都告案 最後的罪行責是什麼 你跟我講最嚴重的行責 你要說服我 你覺得說你這個行責 我可以嚇阻你永遠 你沒辦法 你這群人通通到案 對啦 恐惡 恐惡什麼罪 貪多守 過多久 流氓 天爆流氓 管制多久 機遇個幾十天嘛 所以啊 我們現在是講 好看的好聽的嘛 你沒有針對問題 根本就是針對問題 在對症下藥嘛 你現在 明鳳 我要請教掌警證署 這個動作 其實在網路上很多人說 總算硬起來了 奇怪 以前都不會做事情 總算換新的市長 總算有在做事情 真的有用嗎 我覺得他是 因為昨天面臨這樣 一個動作 然後加上那個土城 那個槍 槍擊案 你就整個連結起來 好像臺灣人 居然好像有一種 被這個土城那邊 好像是天道謀嘛 那這個臺北這個好像 好像黑道治國的感覺 竹聯邦嘛 那可以講 這黑道上面 在這整個活動上面 非常的 這個活躍的感覺 所以他就趕快說 我剛才去掃黑 弄一個東西掃黑出來 但是我覺得啦 就是說 現在的氛圍 到底就是說 單獨 你要把昨天的事件 是要單獨化呢 還是要把它擴大成掃黑 這是可以討論的嗎 因為昨天如果你把它 單獨化 他就是一個所謂的 專門是這個統兔黨的暴力行為 是一個單獨的政治 治安事件 那你現在要把它擴大成為掃黑的時候 那你端出這些菜 你要說得到做得到喔 就是說你萬一這個 這個又進行一些這個掃黑的行動 然後你又做不到 到時候又發生另外的什麼槍擊案 或怎麼樣 那你這個政府的政策 就反過來會打黑 打你的臉 威信盡失 對 就會打你的臉嘛 就是說你根本就要 懲治黑道根本就沒有辦法 可是如果你針對昨天的事件的話 我覺得打緊密就縮小很多 而且那個東西是非非常的清楚 你就是我問你 現在統促黨 你去問現在統派團體 有人認為統促黨到底是黑道 還是政黨的比例到底是多少 統派團體 你認為他是統派團體嗎 恐怕很多統派團體 也認為他是個黑道的組織吧 對不對 所以說你你就是把昨天的事情 提高以後變成整體整體 情務上面的掃黑掃毒等等 也也可以 但是你要端出一套的辦法 那大家的自 大家現在對於 大家對於治安的感覺 有這麼壞嗎 那你這個政策下來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們的治安是真的很壞 所以我們的政策 需要這麼大規模的這個動作 你這個連帶的效果 你就會有兩個嘛 那如果你是 你是 你單純處理昨天的事情 就非常的明快啊 所以你打人 那你地上可以隨便撿甩棍的 就像那個當時 你們疫情專案的時候 這個什麼地上撿的是黑槍 對不對 那些又回到說 地上可以撿甩棍 這大家誰會相信嘛 你一定是預謀 去要去做一些暴力的東西 那今天 今天問題在於說 你警方為什麼沒有事先防範 就是說你駐衛警 我問你 我不曉得你們警察體系 到底怎麼回事 駐衛警是不是也是警方的一員 而且裡面昨天有個有個學生已經講了 這個學生是也打電話給駐衛警了 那駐衛警也打電話給分局了 那那簡直就是 那等於說我校園內駐衛警 也向分局請求幫助了嘛 可是你分局方面 為什麼從三點多打到五點多 五十多通 還是沒有辦法出動 那學生有些人報案就報了 所以說我們這過程一定要調 很多童年紀錄出來看 有些學生具體的講出哪個入口 跟哪個入口的交叉口 他已經是在校外了 那所以說 基本上警員這個 這兩個小時之內 接五十通電話 到底是在真的所謂 顧忌校園制製的問題嗎 他有沒有派警車去繞一遍 這個學生的說法很多 那我是有個朋友 他說這個是他沒有辦法想像 他有一次去報案 丟一臺腳踏車 警方就載著他全部校園 繞 坐那個警車巡邏車 警察還是駐警 沒有 警察 警察喔 他跟警察報案說 丟一臺腳踏車 警察就開警車在校園繞 對 在校園繞一軍幫他找腳踏車 警察不是不可以進入校園嗎 所以我那個朋友就一頭霧水說 我的經驗是這樣 那為什麼說 這次完全連校園都不能進去 那是不是因為市長的一通交代 就是前天有一些交代就是說 你要注意所謂的台道校園自治的問題 所以整個分局在處理上面 他就非常多的顧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要還原真相 我覺得你在掃黑 我同意掃黑 如果說這個連續發生這麼多的治安 所以大家覺得治安很不好 其實我覺得臺灣 並沒有覺得治安很不好 但是如果說你要執行這樣政策也可以 但是你要把昨天的東西先單獨出來 把他這個所謂具體的通電紀錄警察 到底接五十通電話裡面 到底有沒有具體講 已經到了校外 然後他怎麼樣報案的方式 這都要清楚的交代嘛 那你警察 你警方 就算這警 現在警察局長 很快速的調動了警員 就表示說真的有疏失嘛 OK 那那個市長 前一天講的話裡頭 是不是在這項決策裡面 真的佔了非常重要的比重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要釐清的 先把這件事情釐清之後 然後你幫 我不曉得你是什麼 我不管你是政黨還是幫派 反正你在街上用這些武器去打人 打到頭破血流 你就是要服刑啊 你就是要服法嘛 你就是要遵守法律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還講東講西的說 我只是路過 我只是隨便地上撿一個甩棍 你告訴我去哪裡撿甩棍 我覺得這個話是大家沒有辦法相信 而且事情都要法辦的 就是包括行政院長內政部長跟警政署 這樣定調 至少他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這恐怕也是這幾年來 第一次行政院長內政部長 跟警政署長直接說 這個就是幫派 以前都還是由於在所謂的政黨 人民團體幫派黑道 或者是個別零星的所謂的少數不法分子犯案 但是這一次就直接定調 這就是幫派 所以在最後的所謂的這些施政的動作上 他力道一定會有 但同樣的 在這樣的宣示之後 如果說再經過半個月 一個月 兩個月之後 愛國同心會 統處長又打人 那恐怕警政署長就要下臺 你都已經說是黑道 你又再讓他去打人 不管打的是學生或是其他人 那警政署長你就一定要下臺 因為你都已經認為他是黑道 你又沒作為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董老師 這會不會就是我們所謂的民主發展 遇到的一個困境 我們沒有辦法像極權國家說 我要整肅你 我要解散你這個政黨 因為我不認為你是一個政黨 你就是一個流氓 就是一個幫派分子 我們就必須保障他政黨的發展空間 有少數不法分子 就只能針對少數不法分子 你沒有辦法整體來去做處理 不 我覺得這跟民主政治無關 第一個就是說黑道去介入政治 這是非常罕見的 黑道常常去賄賂政治 這常常看見 黑道介入政治 自己成成立一個政黨 這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見的個案 打擊犯罪 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事情 需要持久戰 需要長期的準備 你要打擊這種黑道加政治 介入政治會更複雜 那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政府 他必須要有很明確的展現那種政策的決心跟意志 所以第一點有了 就是從行政院長開始到警政處長 到內政部長展現他這個決策的這種意志跟決心 可是問題是你要怎麼落實 就是剛才明鳳姐講的就是說那你辦不到怎麼辦 所以呢 那就要求這個政府呢 他要非常高的那種管制能力 而且不只是警察的事情 剛才高警官講的那是第一線 那個警員的事實 那事實是存在的 我的意思是說 要做這種事情 第一個 你如果天天派一兩個人去站崗 我就是讓你店開不成 這是辦得到的 但這還不夠 因為他的金流 可能是來自於其他地方 所以呢 其實呢 你是不是該想辦法去找 譬如說警 警察去的時候是管治安嘛 可是你 你的目標如果是要消滅這個這個黑幫 或是說把這個黑幫完全的把它就是說 在管理之下 管制之下的話 你可以找監管 衛生 消防 你去查 封他的店 一切依法辦理 因為我們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所以剛才那個賴運長他為什麼說 他為什麼說這是一個暴力攻擊 那個學生的案件 是幫派分子暴力攻擊毆打 他講的是行為 他根本不管你政治 這次我們先不談 我們就談行為 那針對這一種行為 我剛剛說過 你後面要查他的金流 要查他的犯罪的 其他犯罪事實 這需要相關的情勢單位 不只是 不只是警察系統 其實你以前在國安會待過嘛 因為很熟啦 不算 但 就是說 說得難聽了 你要叫洗漢的 你要讓人走路攻嘛 要等錢嘛 要等還要錢嘛 所以所有的這些組織動員都要錢嘛 所以金流是很重要的 錢是很重要的 酒店可能是幫派的一個重要的金錢來源 他可能也有像剛剛高大哥講的 可能地下遷渡 可能是其他有的沒有的 甚至有些人懷疑是來自於對岸的資金 國安會應該都可以掌握吧 不然我們國安會是要做什麼 不見得 因為現在兩岸交流的情況不一樣 譬如說白狼他在中國大陸 他自己就開了有公司嘛 他的公司盈餘啊 那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政府沒有辦法去中國大陸查 那到底他那筆錢到底是他的盈餘 還是中共給的錢 就變成斷點了就對了 所以可能重點還是回來 我剛剛講的 金流是可以查 但不知道你是不是非法 那但是你旁邊你的人有沒有其他這個犯法 我舉個例子 只要是幫派分子 他一定涉及其他犯罪行為 就不只是這一件 會有案底的 會有案底 會有其他的犯罪行為 其實在這地方是可以強化 拿槌子去槌的 是可以強化的 瞭解 賴老師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該怎麼解決 首先我是覺得說我比較支持高警官 他所提出來的觀點 也就是說因為現在是一個大數據的時代 所以所有的報案電話 跟所有的警員跟警察局 還有報案中心 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在大數據上都有留紀錄 所以我覺得很容易的 就根據這些大數據的比對 把整個事實的真相還原 那也就是說磨甲 磨椅 他說他報案了 然後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那是他說 因為他的時間點 他的地點 不見得他當時在恐慌焦慮緊張的時候 不見得是那麼的清楚 可是我覺得在報案中心裡面 他都有錄音 然後他的所有的回應也都有錄音 而且警員出動的時候也都有紀錄 那所以我覺得等到大數據拼出來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當天的所有的警證單位 尤其是臺北市的警察局 那麼他們在處理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的所有的一切 我覺得這個 這時候也先別急著怪 或是指責警察吃案 或許真的是因為溝通上的問題 是的 不過所有的東西都還是整所有證據出來再說 所以在這個時候 馬上去懲處那個派書所的這些警官 我覺得超之過急了 因為這樣對於警官 對於警察同仁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 因為事情真相沒有調查清楚 如果最後證明他根本是依照法規 依照警務的情務規定 SOP他來做 那他都完成了 你怎麼還要他去受過 只因為你想趕快找一個替罪羊 然後把他叫你 你就給我買單 你就給我替罪 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們的遠景的士氣 會受打擊 不過高大哥我請教你 我們來一起來看 也拜託導播給我看那個PC這一段影片 之前你在處理那種 大家在玩家燒打 是正經說抓滾 就會去找傷害 還是說要互控傷害 結果大家就不了了之 相互撤告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畫面 在昨天的時候 包括統促黨那一位那個胡大剛 以及白狼的兒子張偉 他說是為了保護自己 是那個像是那個李伯璋 台獨機關槍 先打人 先辱罵那位老太太 然後呢他到同事被打 他才是所謂的為了自衛或什麼的 可是我必須強調 當然之前呢 這一段畫面之前呢 這些已經吵翻天了啦 已經玩一陣子了啦 所以開始有一些肢體碰撞 這個是在昨天那個張耿維 台大歷史系的那個學生被打破頭 之前幾分鐘的畫面 已經開始吵了 等一下我們來看 這個就是張耿維啦 還蠻高蠻快的 有一個更壯的這個人 其實在那時候 其實你如果看影片 張耿維某種程度是在勸假的 其實是李伯璋跟他抓彎 也許之前已經有一些小小的肢體碰撞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其實已經玩到 玩到沒頭髮了 這個就是李伯璋嘛 就已經開始完結了 阿富翔嗆聲 所以這其實衝突有 可是你看到 這個被打破頭的張耿維 某種程度是在中間勸假 他就放說李伯璋不要再走 兩個還在那裡吐 吐來吐去 可能有一些碰撞什麼什麼的 這個是之前 然後我們再來看後面一點 開始在那邊 在那裡衝突 這一位你不知道是同學還是怎樣 反正他也是在那邊 大家再相互罵來罵去等等的 然後呢我們再來看這一段 這一段呢 就是比較關鍵的一段影片 昨天呢胡大綱那一位打人家 統促黨的成員是說 他甩棍呢是在地上撿到的 撿到說這支不行就收起來 然後呢是他先被打 然後他的同事被打 他才為了出於自衛 才去那個所謂的反擊那個學生 不過我們來看看 剛剛已經吵了 然後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這個畫面 我們來把它放大一點點 說了兩點聲明 來看一下柯文哲的回憶 你可以看到齁 其實他們就 打人的齁 開始在吵 我們臺北市的警察局 發揮最高效率 抱歉 我有其他的聲音出來 我來看一下這一段齁 就是開始在那裡 相互吵來吵去 吵來吵去 這一段影片拍誰好像這個拍的人 其實因為可能 旁邊有很多人在圍觀 所以有很多人陣 就是一直 小朋友在看 孩子在旁邊看 這樣吵吵吵吵一陣子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情形都是 這個是李柏章 再跟其他 這應該也都是統促黨的成員 在那邊口角 吵架 叫囂 有一些肢體的一些碰撞 然後這個 注意看齁 這個就是胡大綱 胡大綱都在卡電話 也沒有人打 他就一直在旁邊 站橫橫在卡電話 有沒有 他一直在卡電話 你看這個 這個是張庚威 他說不要啦 不要這樣 他就站在那裡 其實應該是在勸架 你看看胡大綱還在打電話 一直打電話 跟誰講不曉得啦 那講什麼當然也許也是個重點 然後這時候你看到這個是李柏章 拍謝 那個晃得很嚴重 胡大綱還在講電話 那我稍微把他快轉一點點 因為講了大概一兩分鐘的電話 這邊還在嗆 胡大綱講完電話了 然後他走過來 然後你看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 被罵的這位老太太 那這個是張耿維 對 他其實主要還是他們在吵啦 其實跟張庚威 正經沒有什麼地帶啦 也沒有人去攻擊胡大綱 你來看 他都是站遠遠的 如果你如果說正經的圓 也是穿紅衣的圓 要吃爛了 然後我們再往後看一點點 大概他講完電話 然後我們快要看到關鍵了喔 你看他右手開始伸到口袋裡面去了 這邊還在嗆聲 來 我們來看這一段 這一段大概是最重要的關鍵 就要來了 這有點擋到他好像故意 然後你看甩棍拿出來了 就從他這樣後腦勺打下去 或許我們可以再稍微看一下下 對 這個影片其實他會透露很多很多訊息 不好意思喔 你看他 他甩棍拿出來了 抽出來 然後用盡全身的力量 從那個張耿維的後腦打下去 我在這這就是很重要的證據 因為這種東西絕對不是戶毆 你看看這個這個畫面的衝突點的話 以剛剛這個我們現場的衝突點的話 他當然是直接就吸棍 就直接往人後腦勺打下去 那這個是無庸置疑 就是傷害了 那你至於說他講戶毆 是直接跟這個人的 這個張耿維同學的戶毆 還是另外其他人看了不 看了之後生氣 再來再毆打服務大綱 或者是造成另一波的衝突 這就是變成假打蚁 頂打假 但是蚁根本就莫名其妙 張耿維等於說是蚁 這個中間的能量 那就好像說你跟董老師 跟他亂加 然後賴老師呢 在中間說不要彎 拍照拍照 結果我沒面子 電話掛了 我就甩棍 從賴岳謙的頭上給他撞下去 對對對 那你說被害人 我說是因為賴岳謙先攻擊我 所以我打他 用證據來講 我們是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這種不對就是不對 不能無庸置疑 你有證據的東西 雙方都有各把所有 你們自己搜證的證據也好 或者是有提供的錄影帶也好 因為這種東西是 現在的時代比較早不一樣 現在不是說 你有沒有還是是不是 現在通通都是要講證據的 一切你不是說 我們現在看了這個 胡大綱很清楚嘛 一目了然 你這從頭到尾 人家沒有攻擊到你的時候 你甩棍出來 一下就頭上就擠下去 這個有沒有罪 什麼罪 通通都是由法官在那邊斷定的 當然你說這戶毆 這當然不是戶毆 這邊才是戶毆 這種你怎麼看 也不是戶毆 對不對 但是他為什麼用這個動作 也是要法官來控制他去 這樣人家說話都比較壞 戶到小人把人撞下去 這個叫做重傷害嗎 這種的 這種的定義 又沒有怎麼說 他也許是講後半段戶毆 他只把這個事件高製而已 對 因為我們 我們現在看的這一段 是第幾階段 我們不知道 什麼時間報案的 是第一個衝突點 第二個衝突點 第三個衝突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現在看得到 也許是第三個衝突點 第四個衝突點 他逃前面有沒有被打 我們沒看到 他前面也許完全都沒被打 也許胡大綱之前被打得很慘 那之後要來報復 那但是你要舉證 你要舉證 看起來不是很慘 基本上我們有圖為證 這種看起來不像說被打得很慘 那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不是來 雙方這種發生這種 互歐這種講法 不是他講的算的 這要碰給他 這種的 發金吧 發金就好了 沒有吧 他現在用過失傷人罪去辦 反正要成立啊 你不是說你過失傷 我跟你講 我自己親身辦的一個案子 我在萬華 我講我自己辦的一個例子 我說我辦了一個案件 我在萬華 我以前的少年警察隊 我在萬華峽區 處理一個小朋友 東通未滿十八歲 拿開山刀西瓜刀 十一個人進去砍人 砍了十九個 手筋被砍斷 腳筋被砍斷 用殺人為誰辦 結果怎麼樣 變傷害啊 所以你說這個 我們講 我們就像我們講的東西 他至少是重傷害吧 對 是不是重傷害 也不是我們 可能要怎麼判 因為我們認定 和法官的認定 不太一樣 今天他 我講實在 我辦受理過很多傷害告訴 我今天受理傷害告訴 假設司聰你今天來告 告了之後 你甲方你提出告訴 你某某人 以方毆打你 莫名其妙 以方知道你告了他 他自己回去 不曉得伸出一張硬上單 他也來告你毆打他 你根本就沒有打到他一下 完全沒有 但是他也有拿硬上單 來跟你互告 到了法院去 雙方提出證據來嘛 你說你有這個錄影帶 你有這個錄影帶 你要提出證據來 不是你講的算的 法官怎麼判的 應該很難掌握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法官 我們這個部門就是 那個自由新證 我們司法生病的 我們現在目前台灣 真的司法生病 不過這個部分當然還是後續的 這些法院的一些審判情形 不過我們再來看看 這件事情其實很多人在批評 包括警察的辦案的效率 包括說臺北市文化局 在這中間的角色 也包括說市府中央警政署呢 長期縱容所謂的黑道 用政黨的包裝的外衣 來去進行侵蝕民主的這些傷害 不過我們來看看 學生們呢 對這件事他們的看法又是什麼 台大學生被人池甩棍 仇棒追打 這樣的畫面 很多人看了相當震驚 9月24號下午 台大校園外的人行道 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學代會認為從事發報案之後 警方過了四十多分鐘才到場 錯過緊急處理時機 這和校安機制的處理繁複很有關係 學生團體指出 認同警察沒有經過學校同意 不得進入校園的規範 但除了前天的台大事件之外 去年在清大 還發生男性潛入女生宿舍 高雄海洋科大校園 有學生不慎引發火災等狀況 在通報校安系統之後 卻都因為請示流程而延誤處理 成為校安隱憂 相關事件其實也可以基於彼此安全 資源的這個需要 是可以究竟的 教育部坦言 臺大這一次在處理問題 以及和警方的聯繫工作上 確實有改善空間 或許也將聽取學生和學校教職員 等校方意見 並針對校安通報的事件規模判斷 以及通報流程進行檢討 記者臺北報導 董老師你怎麼看警政署 在通報上會有很大的瑕疵 我覺得現在事情已經變成是這樣子了 就是說剛才高警官也說了 可能是有那種狀況 第一線警察通報 現在問題是 就是警察局的這一套說詞 那個受害的民眾 受害的學生沒辦法接受 一般的大眾也會覺得 這怪怪的 對對怎麼會五個 一個小時打了四五十通電話 然後你用什麼理由都沒辦法自圓其說 這第一點 我覺得這是問題嘛 那好吧 那假如說高警官說的那個 警察那邊的事情 的確是那樣子的話 運作的那樣子的話 那就要檢查那個運 那個運機制 那個機制嘛 可是現在的第二點就是說 因為已經 等於說已經有處分了 所以我估警政署那邊 也希望這個事情就告告段落 不要再查了 趕快去處理後面的事情就對了 因為第一線的人員也已經被處分了 所以說也是一個危機管控就對了 防止在流血了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事情的那種連鎖效應 已經散發出去了 可是我就回來 回來這個今天這個台大打人事件的本質 他的本質其實只有三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法辦暴力 這是本質 誰打人誰誰就要被法辦 第二個就是陸委會那邊談到的 兩岸交流對等跟尊嚴 這是本質 第三個是他們台大 他們自己校內的機制 他們的校規 他們的運作機制 那規他們台大自己去檢討 看起來就是這三個 就事論事就可以了 那董老師我請教 我們還會是回到那個演唱會本身 演唱會呢 這個所謂的中國新歌聲 這個呢其實也不是第一年在台灣辦 他已經辦了三年 也不是今年第一次在台大 他之前在其他學校有辦了兩場 然後呢 在海報上確實有爭議 可是出來的海報呢 所謂的台北市台灣大學 台北市那三十字也 後來在實體海報也拿掉了 你認為這是一場統戰的活動嗎 而台大不應該出界場地 台北市文化局不應該作為協辦單位嗎 他他是一個統戰活動 我覺得已經不必再辯論了 就是 因為中共自己都都已經說 中共還有統戰部 中共根本把統戰 就當作是個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說 他是不是統戰 那個不必辯論 但怎麼看這個事情 反而不是說看他是不是統戰 因為今天中共的對台灣的所有的交流 都有他的統戰目的在背後 可是我們不能因為說中共要統戰 我們就斷絕交流 不過這也不是我們太多 就是他就說他有統戰 那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在這種兩岸交流 我們來賺場地費 我們自己的目的是 有沒有達到我們自己目的 就第一個還是要柯文哲市長 他自己要講他想要借這種兩岸交流 文化交流 你自己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把它清楚地達到 第二個我剛剛說還是要回來 陸委會那邊講的 叫做尊嚴跟對等 什麼叫尊嚴 就是說就是說這個 這個中共的這個相關的這種這種 這種單位在我們台灣辦活動 我們有沒有被矮化等等 我覺得那個是最起碼的 因為在我們的自己的 等於說土地上面做這些事情 當然要尊重我們嘛 這最起碼的所謂的是尊嚴 所謂的對等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可不可以這樣子去上海 上海復旦大學好了 我們可不可以去辦上海復旦大學 辦這樣子的活動 台灣好聲音可不可以 這叫對等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所以後面就不涉及說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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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大該不該準 文化級該不該準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都不是問題 台大有台大你們自己裡面的規範 臺灣其實也不會說是什麼 對岸辦的所有的活動都是統戰 或是聽到統戰 就通通說no 而是說在對等尊嚴 以及臺灣自己想清楚要幹嘛 不過賴老師我要請教你 我們再來回到這件事情 臺大是否出了嚴重的問題 又或者是臺北市文化局 作為協辦單位 是否有所謂的被刻意抹紅 還是說思慮不周的問題 臺大呢在昨天講得很清楚說 七月十一號到八月八號 體育師還在考慮要做 要做不做不做要做 就是還猶豫來猶豫去 可是八月九號就說 好可以借了 用四點五天 九月四號呢 慕傑塔就是主辦單位來函說 臺大要給同意函 才可以去跟臺北市申請說 我要搭舞臺 九月十五號體育師就說 慕傑塔你可以做了 那文化局跟校內住景 開始會看場地 九月十九號呢 校方同意體育室 陳報的函稿 但是當天已經活動開始 那文化局說呢 臺大八月九號就核定場地使用 應該臺大早就知道 這個活動在幹嘛 那九月中參與會看場地 角色是什麼呢 臺大說 根據體育室主任的報告 體育室主任一開始認為說 這是文化局主辦的活動 文化局說 不是啊 這是上海一群網立 請文化局來協辦 可是怎麼表演 怎麼規劃場地怎麼借 都是主辦單位 慕傑塔 慕傑塔來辦 那名稱呢 之前我們也談過了 一下有臺北市後來拿掉了 再來應變的時候呢 就是說 在前天下午的時候 就整個中斷 我請教 臺大有疏失嗎 文化局作為協辦 有爭議嗎 我覺得問題沒有那麼嚴重 也沒有那麼大的 了不起啦 只是因為發生了他的活動 被中途干擾了 不能夠再進行了 接著發生了衝突 吵架 打架 打人 相互打等等 這樣的一個情形 然後就統獨 獨派的進來了 統派的進來了 然後就打在一塊 這個時候呢 就變成全國性的事件 根本不是一個偉大的事 但是卻變成全國性的事件 就是因為政治介入一個文化活動 其實這個文化活動很單純 他就是浙江衛視是一個省政府 浙江就是省籍的浙江衛視 他本身有一個節目 這個節目就是一個歌唱的節目 以前叫做中國好聲音 現在叫做中國新歌聲 那麼為什麼他們要改名 是因為他們 沒有他們規定中國大陸 因為後來因為當時中國好聲音 是從荷蘭那邊去買版權 買了版權了以後 在中國大陸就複製 複製以後就很成功 很較好 收視率很高 所以好多的地方的衛視 就是各省的衛視 都在吵這個同樣的事情 所以就變成一連串的一堆人 都在唱歌 都在辦唱歌 後來中共中央他們就覺得說 你就這樣一窩蜂的這樣吵 不太好 所以就給他們規定 你只能辦 例如說兩年三年 這個節目 那因此呢這個節目 原來叫做中國好聲音 那麽時間到了以後 那他們想繼續辦 因為他們這個版權已經是他們的 賴老師我請教 臺北市文化局 其實您剛說這個是文化活動 與其這樣說 倒不入用所謂的商業活動 更精準一點 臺北市文化局 對於對岸所主辦的 在臺灣的商業活動 為什麼要去作為協辦單位 搭便車嘛 這有什麼好搭便車的 這個是搭便車 而且呢其實每一個 這是雙城論文官方談過來的 不是 就是一個package 我要講的一個概念 他原來是在中國大陸的各省市 自己在辦初選活動 因為他有個選秀 他有個選秀 所以你要去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那他有地區裡面辦 那臺北那個時候也希望說 也叫臺北來辦 因為臺北有很多 我們臺灣有很多好的歌手 所以我們臺灣也變成 他們的一個選秀區 這個備忘錄是這樣來的 當時在郝龍斌當市長的時候 就我們有個選秀區 所以臺灣也變成一個選秀區 這個備忘錄是在雙城論壇 所簽的備忘錄 對嘛 他之前三年前的時候 就已經進入臺灣辦 三年前的時候 所以前天發生事情的 這個中國好新歌聲 其實某種程度是象徵 臺北上海兩個城市 很重要合作關係的代表 我再強調一點 他是浙江衛視的一個節目 上海市是直下市 跟浙江省市平行的 我們是雙城論壇 對嘛 那我要強調一點是說 原來有這樣的一個活動的時候 就是我們臺灣的歌手 也希望有個平臺 他能夠有一個發表 發揮的一個空間 那由於這種你要進入總決賽的時候 他是要在地區裡面要贏 然後脫穎而出 然後再一個一個一個去比賽 所以他就有導師 所以余承慶 他們都是導師嘛 所以也就是說 各個歌手去以後 他們就選定哪一個 那麼當他們的導師 那導師要同意 我要收哪個學生 然後他們就去訓練 那麼一段時間以後 就再進入每個階段的一個比賽 那因此臺灣當時 我們很多的年輕的歌手 他也希望他有這個機會 所以臺北市文化局 作為協辦單位 其實沒有任何爭議 反而他是在進文化局的本分 其實這個本來就是辦一個活動而已 給臺灣的年輕人 有更多的一個表演空間 您怎麼看臺北市 特別是文化局的角色 其實如果你根據這個雙城論壇 就是二零一零年 然後二零一五年開始執行 他已經執行過非常多的大學 其實包括交大 國立大學也舉辦過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按照那個備忘錄 因為好龍斌遷了之後 好像並沒有執行 是科P這幾年就開始進行執行 那去年就好像也幾個學 有什麼交通大學 陽明大學 除了私立學外 這兩個是主要是國立大學 那今年是 私立有啦 像私信跟文堂 對 就是去年都是 除了交大跟陽明之外 都私立大學 那今年就是私信 然後唯一的就是這個臺灣大學 所以如果你按照這個備忘錄 這樣簽 他是一路就是這樣子走的 沒有 是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說你這個 我們市政府在履行這個所謂的兩岸論壇 那你當他的海報寫成臺北 臺北市國立大學 臺北市臺灣大學的時候 你為什麼是他貼出來之後才知道 我覺得就是說你中間在簽的時候 你有沒有顧及到所謂兩岸的尊重部分 就是說在這個 在這個就是說這些細節上面 我覺得大陸常常就犯這個錯 他莫名 他就會很自然就把臺灣變成另外一個省 那我們在做這種兩岸交流的時候 為什麼一直會強調說 這個尊嚴跟所謂的這個地位 這個要清楚嘛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 就中國大學在談的時候 這個海報出去 我覺得學生今天argue是兩件事嘛 就是你這個跑道是這個國際節跑道 旁邊的鄰居要來借的時候 你都不肯借 因為他非常的貴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可是問題是今天這樣一個一個一個活動的人來見 一個禮拜六十五萬 你就借了 那當然就是說 他他可能 還把我們跑道用壞掉 對 那你的有沒有付這個所謂賠償的條款 我覺得辦這個活動 我們一點意見都沒有 但是就是說你你既然是文化局 我覺得臺大你有這個所謂的主辦權嘛 如果說你是自己願意跟主辦單位在妥協之下 說你願意辦就辦 可是如果說有文化局的力量去介入 臺大才願意辦 才願意借這個場地的時候 那情況就是不一樣 是的 是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就是說 學生今天 argue 這是一點嘛 那第二點就是說 在海報製作上面 雙方有沒有約好 一定要互相尊重 接下來臺灣辦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寫成臺北市 臺灣大學 這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先知會官方海報 是不是應該雙方 既然是文化局協辦 你文化局有沒有事先看過這個海報 是這樣寫的 如果是這樣寫的 你就要糾正 你不能說海報登出去之後 我才看到錯了 我把他拿回來 那問題是網路上已經有一片 這部分還需要更多資訊 就是說臺北市文化局 在這場地租借過程中 他到底有沒有起什麼關鍵角色 但是他昨天主命一口否認出 他絕對沒有介入 但是這個東西包括臺大的說法 都很奇怪 就是他兜不起來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件事情 後面發生的暴力事件 才會讓這個活動說變得很 說實在從去年五二零以來 兩岸關係就已經是激動 兩岸其實就已經很不信任了 那特別談到所謂的天然毒 其實在這件事情上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年輕人他會用很多自己的方式 然後去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 那這件事情對未來兩岸關係 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還趕快來看一下 蔡總統上任之後呢 入生人數呢 研究所的報考入取人數呢 其實改變不大 甚至研究所還增加 不過呢大學部大陸學生來臺灣 入取率呢 入取人數呢 就大為減少 從一千六百多個人呢 變成是九百四十四個 入客人數大家都很清楚 是真的是激動了 幾乎就消失了 不過今年八月呢 是比去年八月還稍微增加 不過增加不度很低啦 零點五九趴而已 再來呢所謂的藍八線 八個藍營縣市首長呢 到中國大陸去談觀光 然後呢雙城論壇的舉辦 那柯文哲到那邊呢 也談到兩岸一家親加和萬事星等說法 世大運呢中國就不來了 不過還是很零星的 那種小的那些賽事有來 團體他就不參加了 我們來看看 特別是今天新任的行政院長賴清德 第一次到立法院去備詢 他談了什麼呢 他是一個支持臺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 這件事情除了包括前天臺大事件之外 行政院長的政治態度 會不會再加劇了兩岸的變數 我是一個主張臺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 我也曾經在台南市議會講過 不管我擔任哪一個職務 這個都不會改變 因為親中愛台是以臺灣為核心 然後去表達對中國親善的態度 伸出友誼的手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求統存異 賴清德也強調他鼓勵兩岸交流 但以何種形式交流 賴清德直言 希望用外交部與中國交流 但需尊重對方 賴清德也定義 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是中華民國 兩岸互不隸屬關係 不只兩岸立場引發關注 立委也要求賴清德 清楚表達一立一休的修法態度 要他為政策不當道歉 勞動進行法列為優先的法案 我行政院會有版本提出來 但這個版本的提出來的時機 是在我們市政總質詢之後 我沒有說要把責任推給在野黨 或推給誰 我既然接任行政院長 這個就是我的事情 我會蓋瓜承受來解決 此外總統蔡英文抛出憲改議題 立委質疑 憲改包括證明臺灣國 變更領土等議題 民進黨會不會去推動 賴清德強調 當社會的力量進步到什麼程度 憲改自然而然就會到那裡 賴清德也強調 他沒有想過參選2020總統大位 至於蔡賴沛也言之過早 目前只想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記者陳嘉欣 莊志成 陳保羅 台北報導 所以東老師你怎麼看待 從前天那樣子一個臺大事件 再到今天賴清德賴院長 直接講他就是支持臺灣獨立 其實剛才所列出來的 兩岸交流的那些變化 我只講一句話 那些都是中共決定的 中共造成的 其實是跟民進黨政府無關 所以中共的對臺政策 我覺得有個基本的矛盾 他一方面在降低交流 全部都他降低的 然後第二個他又要維持交流 所以他這個政策的本身是矛盾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很巧 在臺大事件的那一天下午發生的 那天上午剛好是這個民進黨的全代會 蔡英文總統在兩岸政策上面 有新的宣示就對了 我覺得裡面有點很重要 他認為說面對中國崛起 一方面不要淫昧的討好 一方面不要那個情緒式的那個仇衷 所以他把兩個極端先劃下來 所以民進黨政府就是以蔡英文總統 他的兩岸政策 他追求的是中道就對了 那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臺灣我們現在政府體制 國防外交兩岸那是總統職權 所以說當然那個賴清德院長 那賴清德院長他講那個 因為他不能掌控這個兩岸政策 這一點中共也非常清楚了 第二個賴清德院長他的那個主張 前後是一致一貫的 他甚至到上海去訪問的時候 他也是這麼講的 那個時候我就是一個台獨者 我主張台獨 他還跟中共講說 為什麼我主張台獨的理由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現在 包括這個台大的打人事件 因為現在是兩岸關係的敏感 這個敏感時期是因為中共在開十九大 那所以中共在開十九大呢 我覺得會回過頭來就是說 在這個敏感時期應該會 所以大家會 雙方會想說 保持台海的穩定 對雙方都有利 好好的把你的十九大開完 好好把你的習近平的權力佈局 把它佈置妥當 我覺得後面呢 其實兩岸關係十九大以後 兩岸關係還有好長的路要走 那十九大下個月就開了 對對對 那這兩個月大家冷靜一下 對 他會最好長不高水不來 蔡總統以後看怎麼辦再說 已經先縮了 就是兩 兩端都不要去 明鳳你真的覺得十九大之後 兩岸會變好嗎 我覺得現在是各種的聲音是 這種訊息是很複雜 有好的也有壞的 因為十九大之後 也有講到武統 也有講說十九大以後 就要武力統一台灣 因為十九大之後對中共的體制 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他會變成比較傾向主席制嘛 就是習近平的一個 就是大權這個 全力一手抓 一手抓 所以就專看 專看習近平的一個想法啦 那你現在就說 有人就說他會非常的強硬 因為目前他的管制的態度 來看起來他好像對台灣 會非常的強硬 甚至會丟出在什麼什麼 什麼的時間表 進一步的丟一種時間表出來 但是另一方面 你可以看到他具體的人士 包括國台辦的下任 這個國台辦的主任 已經確定了嘛 他也是外交系統出身的 就是現在中共駐聯合國的大使 所以說你如果從這整個體系來看 他的人事佈局上面 還是比較鴿派的人 不會說也是統戰部 或是說比較鷹派的人出來 接國台辦的主任 那包括他在內部的所謂一些 比較什麼幾個政協啊 什麼東西的佈局 我們聽到的人選 也是比較鴿派的人選 所以現在的訊息就是交叉 他在互相的這個交流 就是你最後就是看 這個最後十九大之後 兩岸的互動 他會是丟什麼 樂觀還是悲觀 十九大之後 兩岸關係 那要看我們兩岸之間怎麼做 但是基本上來講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力道 不會減弱 我是會加強 適用所謂的和平 以上節目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 讓精彩繼續 好久不見 陳浩宇已經死了 沒有了 這該死的世界 我一定要改變 我現在好想要消失他 邀請怡青集團總裁賀熙龍先生 我想要加入浪潮社 歡迎入社 我那天牽著你不死的事 我 我躺在你身上 都是他 何世宗 其實我也跟你一樣 我以為可以用 樂改變世界 結果 什麼都沒有 自己 自己